誰會在除毛的時候跟人家聊心事啊 欸其實會 真的會啊 大家好我是瑪莉 今天呢很開心來到每一次要分享我的除毛經驗 大家好我是美麗精華的黃佳琪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簡介就是除毛的一些注意事項 除毛其實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每一次啊 假如跟我身邊的人說 我要去除毛 然後還不是腋下的毛 是私密處的毛 我都會受到很多一些 鄉巴佬的異樣眼光 就是不是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私密處要除毛 或是他們會覺得說 你沒有另外一半的話你幹嘛要除毛 就是大家對於除毛 像很多先入為主的觀念 就是你一定要是什麼族群 有什麼目的才需要除毛 其實私密處除毛這個東西 它的需求蠻廣的 嗯 不只是說 你常常可能需要穿比基尼 去海邊玩去游泳池啊 很多人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像是藝人啊 或是女友台人 他們比較常需要穿泳裝 那有些運動選手他們 像游泳選手或者是體操選手 他們也有這個需求 就要快 嗯 那有時候 阻力比較小 哈哈哈 只要是不要露出來給大家 你看看 那 有一些人他天生毛髮就比較多 嗯 那甚至有些人他是生完小孩之後毛髮變多 他可能常常就會覺得 悶熱不舒服 也會身體期的時候有異味 甚至容易乾淡 那有一小部分人他是 呃 因為親戚伴侶的喜好 或者是 想要給另外一半的驚喜 那其實每個人都喜歡平亮晶晶的 平亮晶晶的私密處呢 有時候可以增加很多情趣 真的假的 那我剛剛聽到一個比較可怕的是 生完小孩毛髮變多 小部分人 媽媽也太可憐了吧 辛苦嗎 我想說生完會落髮 牙齒會變不好 然後私密處的毛會變多 好辛苦喔 所以平常一喜在幫人家 就是雷射除毛的時候 在啪啪啪啪啪 他雙腿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聊他為什麼來除毛嗎 嗯 會 你看 我那邊鼻鼻啪啪啪 就是其實 平常我們在除毛的時候呢 每個病人都還是會講一下說 為什麼他有什麼困擾啊 然後我們也會去 想盡辦法幫他解決這些困擾 但大部分都是因為女生 就是你知道夏天島的生理期 應該還是佔最多的因素吧 就是男生可能不懂 你明明就明白吧 你知道生理期 那個黏在一起的感覺嗎 就是一團毛 然後撞到那個狗狗的果凍裡面 就是那種感覺 應該就是會這樣 是因為其實私密處毛髮這個東西啊 遠古時代是他還保護我們用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會穿內褲 會穿外褲 所以多了這一層東西 其實很容易造成悶熱的不舒服 那也跟驚險黏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就是一整個泥泥感 所以很多人會尋求就是 把私密處的毛髮給除掉 讓他去感受到那個乾淨的舒服感覺 那究竟我們就說了 私密處除毛是有一定的便利性 重要性跟清潔性 那到底私密處除毛有哪些方法 在市面上 其實一般人像你們回去 如果自己除毛的話 比較常用的就是 一個刮熟式的方式 像是拿刮刀來刮 或者是用刮布刀去刮 那也可以用一些脫毛劑 一些化學藥劑 塗上去之後它就會產生脫毛的效果 那另外一種就是疼痛度比較高的方式 就是有人會用把毛夾自己去刮 有人會用變動把毛器 有就是有 那這些髮廚式的方法 就稍微造成一點的透感 像一般常見的蜜辣除毛 也是這種髮廚式的除毛方式 可是這些髮廚式的除毛方式 或者是刮的方式 都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它們都是暫時性的除毛 如果你想要達到永久性的除毛的話 會建議你使用眉色的方式 那其實你如果去看毛囊的結構啊 可以發現它底下有兩個生長毛髮的幹細胞 那你只要把這些幹細胞除掉 那就可以讓毛囊永遠都不會再長毛髮 可是去除掉這些幹細胞其實不是很容易 我們需要用比較高能量的雷射 才有辦法徹底的去破壞這些幹細胞 那高能量的雷射呢 如果能量太高又有可能會造成水泡或灼傷 那能量太低又有可能除不乾淨 有點緊張 尤其是像私密處的毛髮這個地方 它非常的深 毛囊又深又難處 所以如果用錯方法 其實真的是滿容易造成很大的傷害 但建議都是基本上自己除是有一定風險的 還是交給專業的比較保險 當然如果說你不想要就是有這些刮或者是薄疼痛的話 你要選擇用雷射除毛的方式還是會建議你選擇一個非常有效的除毛機器 然後還要就是操作它的儀式要非常很有經驗能夠去微調這些參數這樣 我覺得現在大部分可能分兩塊比較多人做的方式 一個就是熱蠟或逆蠟除毛 然後一個就是永久性的雷射除毛 然後因為我沒有雷射除毛過 我只有熱蠟除毛過 剛才他的說法也是說你只要固定來除 然後雖然他不會達到雷射的效果一勞永逸永遠沒有 可是他說你的毛會越來越細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基本上會變細這件事情是在你拔出的當下你毛囊要重新發育 那可能會剛長出來會比較細 但是時間一久之後你的幹細胞數量都是一定的 那他其實還是可以發育回你原本的那個毛囊 那我們想要讓毛整個不會再長的話 或者是變得非常非常的細到看不到的話 那也等於是要把整個毛囊裡面的幹細胞全部都二殺掉才有這個機會 那蜜蠟除毛基本上只有拔毛的方式 不太可能像雷射一樣去達到有久性的處 醫生你自己有去蜜蠟除毛過嗎 嗯... 醫生為什麼就... 其實沒有但是我自己拔過 你說用鑷子嗎 你是想要實驗那個痛不痛是不是 對但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所以後來有雷射之後就覺得到了天啊 你是拔上面還是拔 當然就是上面一點點 大概一兩根我就不行了 那個很痛耶 那個真的... 超級痛 我覺得我拔過的人超厲害 我們就是當一生的人都非常的有吸引精神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熱蜜蜜蜂除毛的時候 其實那個...我是一個很耐痛的人 所以我做那個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疼痛度 可以接受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有一次是...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蜜的品質是不是有分 比如說我去A店都好好的 然後有一天比如說B店在特價的時候 我就毀移心俏 我就沒有去我常去的那一間 我就有一次就去了B店的熱蜜蜜蜂 然後那一次除完之後 就是才兩三天 然後我就覺得... 有些事情在我妹妹上面發生了 就是... 就是覺得說... 你在洗澡想說 那是長痘痘嗎 那是在發炎嗎 然後我想說那是恢復的情況嗎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那一次除毛經驗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它蜜的問題 不會敏感 還是它... 撕除的方式 因為那個熱蜜蜜黏上去 然後... 把它撕下來 是不是有... 逆毛絲或是順毛絲它的技巧 反正不知道 我就得了毛囊炎 最近我跟大家分享 你去... 就是皮膚科或婦產科 擠你妹妹上面的毛囊炎的痘痘 醫生會給你兩條路選擇 你現在就是... 比如說你妹妹上面長痘痘了 他說要嘛就是吃藥跟擦藥 可是你大概一個禮拜才會好 但你每天就在那邊摩擦摩擦 你就是不舒服 跟我現在幫你擠爆它 那你明天就會好 然後問我要選哪一個 我想說擠爆它 擠爆它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很耐痛的女生 哇真的很勇敢 就是你知道我去那個打雷射 我都是敷麻敷很短 就說來來來快點快點快點那一種 然後醫生說好 那我就幫你擠 你知道擠那個它是沒有在打麻藥跟敷麻 就是直接來就像你擠臉上的痘痘 只是它帶你很嬌嫩的陰唇少年劑 他擠的那一瞬間我真的想跳起來 然後灌那個醫生的頭 因為太痛了 然後我就是在那裡叫不出來 然後你的眼淚是真的要默默的流下來 然後擠完之後幫你塗藥 然後我說好囉 我幫你清淡這個 你明天就會好 可是你走出那個診所的時候 你真的是眼睛一片空白 我真的是出去捶婦產科的柱子 就是砰 然後就是那個滿肚子的怒火 無處發洩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不願意嘗試 六辣除毛 然後可是我也不敢去嘗試 雷射除毛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聽過一個都市傳說 誰啊 誰沒事變就下面然後這樣 天體螢幕 我們跟大家說 尤其VIO的O O後面那個洞洞的毛除掉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會發現人生的新天地 這個我太怪了吧 尤其如果說瑪莉 你要弄個M好了 你下面沒毛 上面又有毛 本身就是這個 貼下來貼近你 製 Baby 那邊小朋友 有很多人 可以買到街頭 都買到街頭 就貼在找海洞子 記錄 那邊想河